卢总 快 你快过来看 你看他们两个 挺奇怪的 他们两个 是啊 小川 小川 干活了 快回来 回来休息一下 好热 热不热 哇 这个汗水 你看 我的天哪 小川 你们来了 小川 你们来了 小燕 你们拿袋子 很热是吧 你过来帮他干活吗 没有 我过来收山货 然后他那边有点山货 那请坐 不用解释 不用解释 就帮忙 是吧 两个都请勤快的 收山货 小燕 我从镇山路过的时候 然后给你买点东西 然后我看见有一位老爷爷提着鸭子 我买过来了 你拿着来做了吃 不用不用 卢总 我一个人也吃不了这么多 一个人吃了这么多 他几个人吃嘛 这样子吧 要不小川他厨艺挺好的 要不今天晚上你展示一下 把鸭子做来吃 让小月过来吃饭晚上 可以 可以啊 可以啊 小川做菜挺好吃的 那行吧 那行 那就这么愉快节点了 他这样子我把鸭子放在这里 然后我们要去农场 你在这里就帮小月干啥活 好 对 要不我跟你们去农场吧 不用不用 现在天热农场也没什么活 你在这里帮帮小月 小月 那我们先走农场去了 好 好 卢总 你看小川和小月 他们两个现在怎么样 你说他们活错的 是吧 这不是小新的妈妈吗 对 小月 怎么了卢总 不知道 看看他要干什么 不知道 小月 怎么了 我也不知道什么情况 快把他拿下来 哎 阿姨 阿姨 小月 老总 什么情况 这是我沈膳 他说这些菌子都是在他山上 山上找的 他就要把他端走 那这是他山上找的吗 不是 这很多都是我从周围的那些村民那里收来的 这有一小部分 是我在后面后面的山上找的 要经过他的伤 在后面的大山上才有菌子 他山上是没有菌的 哦 我知道了 那小新的妈妈 从小都不而活 知道吧 是 准备找他吧 行 走 阿姨你不能走 你不能走 你要把事情说清楚才能走 那我杀了阿姨 哎呀阿姨 怎么哪里都有你呀 你看 以前小新在家的时候 你为了小新 现在你子女小月 说山后了 你又来 你这个不来而活怎么行吗 你看那菌子小月说了 你们山那么矮 给你们就不长菌子 怎么可能是你的吗 他上过山上过就是过来 什么 他上过来山上过就是过来 他说走他山上过来就是过来 他说走他山上过来就是他的 他说走他山上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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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姨我说要不过来 这里太有点大 我们过去 哎呀阿姨啊 你说你 人家小月辛辛苦苦 在村里面收点菌子 而且村民都可以作证 你说是你家的 你不是胡了吗 你说你想吃菌子 你去探探找一探 这样子行了吧 如总 这样吧 我把我的菌子 拌个神圣拿回去吃 老老三 胡了吗 昨天有点良心 小月 啊 路总 你别惯着他 路总 他是我沈娘嘛 平时我也好吃的 也会分给他的 哎呀我知道你善良 那是开队什么样子的人 你知道吗 那好吧 那小川我们就走吧 行 小川晚上早点做饭 好 记得叫小月哦 好 那行那我们走吧 秀面芙蓉一笑开 斜飞宝鸭趁香塞 把他俩放在一起看 还挺配的哈 吹一叶喵喵